海地 第一章 到爷爷那里去 六月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景色秀丽的阿尔卑斯山 蜿蜒的小径上 出现了一高一矮,两个身影 他们一大早就从山谷的 格雷茨温泉出发 搭乘运干草的车子 来到山下的小镇 然后沿着狭窄的山路向上攀登 很快,他们俩就来到了 高个子姑娘的老家 一个叫多福里的小村子 高个子姑娘叫德特 一路上总有人和她打招呼 他一边回应村里人的问候 一边拉着小姑娘快步往前走 这时,路旁小屋里的一个中年女人 让她们等一等 因为她要和她们一起上山 德特特 德特很高兴多了个伙伴 于是停下来等她 那个小姑娘也咚的一声坐到了地上 呼吱呼吱喘着粗气 海地,你累了吗 不,我只是太热了 海地回答说 这么热的天气 她竟然穿着两三件衣服 脖子上还围着红色的大棉围巾 整个人都被包得严严实实的 小脸热得通红 再坚持一下 很快就要到了 德特鼓励她 正说着 那个叫阿尔贝尔的胖女人 拿着一包羊毛走了出来 我猜这个小姑娘是你姐姐的孩子吧 就是那个孤儿 胖女人很爱打听别人的家长里短 是的,她叫海地 今年五岁了 一直和我住一起 德特说 你不会想把她送到阿尔姆大叔那里吧 她性情古怪 脾气又大 平时独来独往 都不理村里人 你不会是想让她照顾这个孩子吧 是的 要不我带她来干嘛 她是她的爷爷 她必须做点事 从一岁到五岁 我已经抚养她四年了 现在我找到了一份去法兰克服 当女仆的工作 实在没有办法继续照顾她了 德特和阿尔贝尔聊着阿尔姆大叔的过去和海地的身世 这时 海地看到一个男孩正赶着一群羊 她立刻挣脱姨妈的手 向羊群冲去 牧羊群的小男孩叫彼得 他今年十二岁了 他整个夏季的工作 就是把羊群从山下赶到高山牧场上吃草 傍晚的时候 再把他们送回去 彼得见到海地的第一眼就笑起来 这可是夏天啊 他还穿那么多 像个圆呼呼的球 海地猜出他在笑什么 一屁股坐在地上 急忙脱掉笨重的衣服和围巾 最后还把鞋子和袜子都脱了 然后他把所有的衣服整整齐齐地叠起来 放在地上 开心地跟在彼得的羊群后面 蹦蹦跳跳地走着 两个孩子一起说说笑笑 很快就爬到了半山腰 山谷里豁然出现了一座破旧的褐色小屋 这就是彼得的家 家里还有他的妈妈和他双目失明的外婆 阿尔贝尔看到小木屋 就和德特告别了 因为他是拿羊毛来请彼得妈妈纺织的 德特一转身看到海地赶着羊群走过来 当他看到海地的打扮时 不禁大叫起来 你的衣服呢 还有我给你买的新鞋子 新袜子呢 在那里 海地若无其事地指着山下 隐约可以看见一个红色的点 那准是海地的红围巾 天哪 你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些可是我给你新买的 德特大声说 然后拿出一枚崭新的银币 对彼得说 如果你去把衣服拿上来 这个就归你了 彼得不敢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 他飞快地抄最近的小道 然后往山下跑去 不一会儿就把衣服拿回来了 德特把银币给了他 彼得高兴得快要合不拢嘴了 你能帮我把这些衣服带到山上 交给阿尔姆大叔吗 反正你也要去赶羊 德特接着问 沉浸在喜悦中的彼得一口答应了 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山顶的小屋前 阿尔姆大叔正坐在木屋前的长凳上 他叼着烟斗表情严肃 彼得你迟到了快把我的羊赶走 他冷冷地说 彼得赶紧放下衣服 赶着羊一溜烟地消失了 大叔 我把托比亚斯和阿德海德的女儿给您带来了 你把她带来干什么 阿尔姆大叔生硬地问 同时注视着孩子 海地也盯着这个长胡子 长眉毛长相奇怪的老爷爷 我把她带来和您一起住 我要去法兰克福工作 所以我不得不把她送过来 如果她哭着找你怎么办 那是您的事情了 我管不了 现在我要走了 说完 德特匆匆匆和海地打了个招呼 就离开了 只剩下 只剩下怒气冲冲的阿尔姆大叔 还有不安事事的五岁小女孩海地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